總統大選結束 不管你是什麼顏色 相信大家希望透過參與 提升目前的生活選擇 在2024年大盤開局 不盡人意的情況之下 盤絲會續漲還是續跌 選股武漢的操作又該留意什麼呢 呜呜 阿 Jub!阿鮮老師可以嗎 好了大選結束了 那不管大家是支持什麼樣政黨 不是顏色 結果我們都要得接受 不過呢 透過這次的選舉 我們可以發現 網路的成熟發展 以及人人有一台智慧型首屆時代 讓參與政政的年輕族群 像是我們看到民眾黨的選前之夜 有20多萬人同時在線觀看 並且在幾個小時之內就衝上YT發燒影片的第一名 那其實這反映年輕人想要透過科技的進步參與政治 想要扭轉自己生活現況的心態越來越高漲 那另外一方面在股市也是 根據調查在2023年證券開戶人數新增97.8萬戶 那其中20到29歲開戶的比例佔四成以上 另外19歲以下首次開戶人數佔比成長到21.07% 阿信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因為不管是政治金融 在這個房價物價都居高不下的環境 那如果我們想要透過我們微薄的薪水去過上嚮往生活 真的是透過自身的雙手實際參與 那雖然選舉結束了 但在股市上今年才剛剛開始 那麼針對剛剛參與到股市這個大家庭的年輕世代 阿信在這邊歡迎各位 那今天就要分享2024年盤面的操作撇步 那要幫助大家在股海中游得又長又遠喔 工作生活忙碌沒時間 只有想要學習有效的股市操作技巧 並且想要迅速得到股市上最新的資訊跟重點 訂閱阿信的Facebook文章 每天我們用一杯咖啡的金額 從新手小白該學習的股市基本知識 到進階的技術面操作技巧 還有每日更新的產業資訊文章 還有獨門篩選強勢策碼程式也是每日更新 歡迎頻道平日也有盤後分析影片 中午還有螢幕實施製作的特別影片 影片中提到報告也都歡迎跟我們助理所需喔 影片中午趕快加入Dieter找助理拿福利吧 今年2024年的開年是一個很不好的年 開年的第一個禮拜 台股就跌了400點 那人家都說啊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那不好的開始呢 今年該怎麼辦呢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到元大頭顧他們整理的這一份報告 那這個表格他列出了過去37年 台股的前N帖漲跌幅的關係 那首先呢這個X代表就是天數 左方的欄位分別有前5天、前10天、前20天的數字 那如果我們把前5天的漲跌幅 代入第一個欄位 在全部37年的交易情況大中 有18次是開年前5天上漲 後續剩下的交易日累計情況也是會跟著漲 所以得到的數字是48.65% 那這樣表的中間跌而來 這個X呢我們一樣用5來代入 意思就是說假設前5天是上漲的 後續會有63.16% 今年累計也會是上漲的 不過如果前5天是下跌的呢 在第三欄顯示的地方 當年度續跌的機率也只有35.29% 意思就是說就算前5天是下跌 當年度後續還是會有64.71%比例是上漲的 那這個上漲的比例 哎呦反而是比前5天就上漲的比例還要更高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前5天跌一下也不是什麼太壞的事情 那這樣表格有趣的地方在於 我們分別看到前10天前20天還有40天的情況 當我們看到前10天到40天之間 如果是上漲的 當年度續漲的比例反而是遞減的 意思就是說開局如果漲太多 它會有點後繼無力的味道 那如果開年是跌的呢 當年度繼續下跌比例也是遞減 反過來講就是你開局如果是下跌 後續上漲的比例反而是比較高的 那以40天的欄位來說假設前40天是下跌的 後續下跌的比例只剩下27.27% 意思就是高達7成的比例在跌完之後就開始起漲了 所以開年下跌需要太悲觀嗎 好像真的不需要喔 就如果我們按照歷史經驗來講 甚至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不過要注意的地方在於 如果前100天都是上漲或下跌 那大概已經跌了一季或是跌了半年的時間 那就是生米組成熟飯的概念啦 接下來保持同樣的機率就會比較高了 那講到這邊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美股的情況 在國外這邊整了一張從1793年以來 過去22年 S&P100指數第一個禮拜下跌之後的情況 當第一個禮拜下跌之後呢 隔週上漲的機率是45.45% 那平均的漲幅是0.05% 那一個月內上漲的機率剩下36.36% 不過就算開局不好 但是看到六個月以及一年以上的上漲機率 也還是超過五成 雖然整體看起來不像是台股這種明顯 但也代表就算是一個不好的開始 也未必是失敗的結束喔 那到這邊呢 大家也不要太興奮 因為我們來看到另外一張表格 這張表格是統計了1950年到2023年以來 前一年美股漲幅超過兩成之後 隔年的上漲情況 那我們從底下的統計來看啦 當前一年大漲 隔年有超過八成的機率 依舊會持續上漲 不過從平均報酬率只有10%來看 漲勢都不像前一年這麼伶俐了 甚至過去20次當中 只有一次的漲幅是超越前一年的情況 代表今年要維持像是去年這樣強勢的情況 就歷史經驗來看是沒有這麼容易 那我們台股和美股的聯動關係很大 當美國股市開始震盪的時候 台股自己其實也很難獨散其身 看完了這些數據之後 大概就會得到一個結論是 今年的行情可能會是一個 相對震盪的行情 那我們這邊 該用什麼方式來選股呢 這邊要跟大家講個重點 就如果你要找這個月強勢的股票 在於這一檔股票 還要能夠過上個月的高點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方向來尋找 會比較容易找到正確的股票 所以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要找今年強勢的股票呢 重點就是要來觀察哪一些股票 或是哪一些產業 它能夠過去年的高點 舉個例子來說 像去年的兩個大題材 分別就是AI還有重電業 那我們以AI產業裡面的股票 廣達、偽創來當作範例 那這種同一個題材裡面的股票 如果都能夠過去年的高點 那我們就會去思考說 這些股票它可能就會成為 今年的一個標股題材 那再來看到重電業的中興店 華城、亞利 那這個族群裡面的三間公司 同樣都有過去年的高點 所以啊 在今年的選股上 我們專注的方向就是在於說 哪一些族群裡面的公司 它能夠突破去年的高點 並且搭配TXA 或是營收有明顯的成長性 會比較好 畢竟營收好 它不一定能夠變成標股 但是啊 能一路上漲股票 通常都會帶有雙位數以上的營收年增率 或是未來有機會出現雙位數年增率的股票 不過在看去年高點的時候 有一些注意事項 還是要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並不是過了去年高點就表示說 這一檔股票可以買 而是在股價它可能接近去年高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去留意一下它的產業 還有現行的情況 那假設情況不錯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去佈局 那另外有一些股票可能去年漲太多的 或是那種上一線太長的 那可能今年的漲幅就會受到限制 我們這邊舉例2021年的陽明來當作範例 在2021年的時候 股價有過了2020年的高點 但在2021年的時候 它有出現一個很長的上影線 那像這種狀況呢 就會思考隔年2022年 它的繼續過高的可能性就會降低了 所以類似這種股票的情況 就不會是我們今年的主要觀察對象 那當然啊 進場點還是要配合群線排列 以及開口大小 來判定現在是否是一個好的進場點 那除了股價要過去年高點 這個很重要的判斷方式 其他項目的判斷方式 的教學一樣相當重要 那這邊阿信在提醒大家 每一種判斷技巧 都可以將它想成是一個 提高勝率的過篩網 那你的過篩網如果越多 那當然抓到強勢股票的勝率就越高 那其他判斷的方式 以及技術分析教學 我們就留在PB文章 再來跟大家分享了 你在股市中經常遇到問題 阿信都把新法寫在 PressPay文章裡面分享給大家 文章還有股市的操作技巧 個股解析 強勢股的篩選 每日更新給大家 那有什麼想要跟阿信說的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區跟我討論 阿信老師可以嗎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